- 大家好,歡迎收看全國的一用,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大場面又來了嗎? 台北地檢署調查金華城弊案的動作越來越大 看樣子已經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往裡面一直進去 已經逐步擴及柯文哲的金流 所以今天約談了民眾黨的秘書長周玉修 也約談了民眾黨的發言人戴宇文 也在傳喚了台北市前都發局的局長黃錦帽 黃錦帽,今天是用正人傳 為什麼今天用正人傳?等一下來賓會告訴大家 而且還提訓了彭震生,還提訓了朱雅虎 奇怪的是自從柯文哲拒絕應訓了以後 檢方這幾天乾脆就不問他了 你不要讓我問,不要讓你問 就從你旁邊一直進去 所以事實上是不是先要繞過他 鞏固其他的人證物證 每個人現在就往這個方向 再猜,再質疑,再問,再考證 另外呢,距離霸梁投票,金融市場 要被罷免的這個投票指向他最後的兩天 馬英九昨天他不去國慶大會 他跑去挺謝國良 不過大家記不記得馬英九的死亡之握 也許這個握手還真的是死亡之握 因為本來謝國良 他是不是真的有危險 大家不知道的時候 這麼一握會不會變成危險呢 不過馬英九竟然指控 基隆市前市府有貪腐 那現在很多網友 包括相關的人等都出來講說 這這個到菜都 因為實際上講什麼 施政的成績 還有遠見雜誌的 這些相關的有關施政的評比 不就是最好的一個政績嗎 所以他批評說 前政府拿不出政績 所以有人就講馬英九 謝國良 你就只想甩鍋給民進黨執政 這到底是什麼心態呢 這麼多的議題值得大家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院的榮譽顧問 我們的陳柏惟 謝謝 大家好 來我們的台中市市議員周永鴻 永鴻大家好 還有我們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相關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為什麼有人竟然明明是被告 怎麼變成證人呢 就是黃警茂的部分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張一善會來評論這些 一善 永鴻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立法院王世堅 永鴻好 大家晚安 我們的資深媒體員陳明鳳 明鳳 永鴻好 大家好 我們的新北市市議員李佳凱 佳凱 永鴻好 大家晚安 凱 所以大家都在看 金華城他整個的相關的 似乎會像薄洋蔥一樣 一層一層一層 現在已經快要到最裡面了呢 所以柯文哲這個案子 在約談的這麼多人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個相關報導 發言人有什麼特別要說明的嗎 沒有 因為目前都還在偵查當中 所以就不便說太多 身穿藍色襯衫的民眾黨發言人戴余文 快步走出調查局北極站 同樣被檢聯約談的 還有民眾黨秘書長周宇修 民眾黨還是眾望基金會員工都有來 穿著白色襯衫帶著口罩 民眾黨秘書長周宇修說到 包含自己還有多位眾望基金會的成員 都來接手約談 檢調偵辦金華存案 週五一早兵分兩路 檢方再度提訓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還有目前整起案件 唯一認罪的前鼎月開發董事長朱雅虎 如今柯文哲身邊多名親信 也到北極站接受約談 整起案件的偵辦方向似乎逐漸明朗 從金華存案爆發後 包括柯文哲、沈慶金、應小偉等人 陸續遭到收押禁見 其中朱雅虎是唯一坦承犯刑的被告 但檢方認為 金華存案涉及的不法金額高達上百億 朱雅虎坦承的部分僅僅210萬元 落差太大 懷疑還在隱匿案情 朱雅虎之認罪金額被認為避重就輕 北院仍認為它有滅證 串供之可能 因此仍裁定羈押 透過行貴者的認罪來追查案件 往往是貪污案件 直偵查破口 法界人士認為 朱雅虎可能成為整起案件的破口 對於金華存案是否能有所突破 簡便雙方持續鬥法中 今天 台北地政署再次的 提訓了彭震生還有朱雅虎兩個人 尤其是朱雅虎 更值得大家來注意 因為 他昨天 前天 他不是本來大家都想說 他應該可以交保吧 結果還是繼續被羈押 因為他沒有全盤 何時拖出相關的事實 所以今天馬上提訓他 這很有意思 因為相信朱雅虎的律師一定會在抗告 所以呢 在他抗告的結果出來之前 那檢察官先問 先提訓 其實這就是檢察官 偵訊的技巧之一 我在這裡也讓大家了解 再來再看看 精傳約談周渝修 周渝修是黨的秘書長 這怎麼一回事 哇 那這個事情會不會越來越大呢 我們請逸三對民眾黨有深刻了解 讓他來分析給大家聽 來 逸三 對 簡聯 現在叫做 播揚中式的偵訊方法 為什麼這麼講呢 第二度提訓朱雅虎 六度提訓彭震生 而且另外傳喚證人 前都發局長黃錦帽 在節目前我還問那個勇哥 為什麼叫做證人 表示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明明就是被告 而且五百萬交保 其實是另案 什麼叫做另案呢 也就是說 黃錦帽的身份 其實是圖利罪的部分 因為進華城 從五六零到八四零嘛 黃錦帽作為都發局長 對這個部分 可能有圖利的被告 但是另外傳喚證人 他在哪一個案 是證人的身份 有可能就是朱雅虎 已經坦承犯刑的 這個兩百一十萬七個人 已經認罪 把這個所謂的證人 不是現金 會給所謂的民眾黨 這個部分 他可能形成一個證人 為什麼他變成是 這個兩百一十萬的證人 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因為黃錦帽不要忘記 他的匯款的時間是 2020年的3月的24號 到26號之間 而3月27號 都發局發生了什麼事情 都發局發了一份公文 那個公文叫做奉交下 奉誰交下 當然是奉柯文哲交下 做了什麼事 研議所謂20%的容積獎勵 所以這才是 所謂傳喚證人 前都發局長 黃錦帽的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要形成 所謂的兩百一十萬 成為政治獻金 捐給民眾黨之後 有沒有跟科文哲市長的 對價關係 而這個對價關係 就是這份公文 我一直說 A4值一張紙 就值兩百一十萬 所以要找 黃錦帽 來作為證人 來傳喚 另外對於科文哲 大家都覺得 上次他沒有被約詢 他上週二 科文哲拒絕出庭應訊 檢方考量 如在偵查情 行使揭莫權 對釐清案情 並沒有益處 所以 檢連線的方式是說 我科文哲是核心 科文哲在洋蔥的墜裡面 那我從外面一層一層撥 這個所謂210萬 大家看起來好像不多的樣子 但是210萬 卻是形成科文哲 收受賄賂嫌疑的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叫做化整為0 我把一筆錢 變成30萬 30萬 這樣不斷的捐給民眾黨的黨部 這個叫化整為0 以合法掩飾非法 是他第二部 我用政治獻金 把所謂的收受賄賂的行為 收受賄賂嫌疑 變成洗錢乾淨的錢 這是科文哲的洗錢模式 所以他一定要一層一層8 所以他把了 我們都知道前兩天 才約了很多的商界名人 為什麼 這些人也很衰 捐錢給你民眾黨也有事啦 都不早去問 說你捐了這些錢 到底有沒有進到民眾黨黨部 用什麼方式 捐給民眾黨黨部嗎 所以這些化整為0的方式 所以早導致了所有的商界名人 都被抓去詢問 而抓去詢問之後 要問另外一個人是誰 當然是問你科文哲的核心 除了橘子現在在日本之外 最核心的是誰 當然洋蔥頭 我說剝洋蔥的洋蔥頭 叫做周宇修 周宇修這個人不容易啊 不簡單啊 他在科文哲2020年 就做了 接了蔡壁如 接了李文中之後的辦公室主任 接下來他2020年7月 調到社會局 橘子就在那個時候 調到了市長室 而橘子調到市長室的時候 他在市長室任職嗎 不是 他的位子就在社會局的基障嘛 所以周宇修跟橘子之間 當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不要忘記 周宇修在成立眾望基金會的時候 眾望基金會在2022年 成立的時候用1000萬的資本 跟誰登記 跟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登記啊 那時候的社會局長是誰 就是周宇修 所以包含周宇修 跟所謂的眾望基金會的關係 也是密不可分 另外在選舉期間 周宇修擔任什麼 周宇修擔任了候選人辦公室主任 我們都知道總幹事處理很多的事情 但是最核心的是誰 絕對不是總幹事 不是黃珊珊 最核心的叫做周宇修 因為他了解 而且安排柯文哲所有的行程 包含柯文哲的所有的支出嘛 所以為什麼要約詢周宇修 因為周宇修不只是民眾黨秘書長 他在之前擔任過市長的辦公室主任 擔任過候選人辦公室主任 擔任過社會局長 這樣的人當然是核心中的核心 而周宇修你也不要說 台灣民眾黨就發了聲明 司法機關全面清算民眾黨 本黨絕不會推說妥協 我跟民眾黨講 我跟民眾黨支持者講 周宇修在犯案的時候 他是民進黨黨籍的 他不是民眾黨籍的 所以這整個的過程裡面 他拿著民進黨的黨籍做的壞事 民進黨把它開除黨籍 現在又說你是民眾黨的 所以我就問周宇修 你到底是民進黨的還是民眾黨的 最主要是他到底 有沒有涉及相關的犯罪事實 這才是重點 所以thank you 我在這裡 要請教你 蠻有意思的 你看這個約談民眾黨秘書長 從這裡來講 似乎應該就是在查政治獻金 那前幾天 約了這麼多的生意人 包括什麼博弈大亨等等 這也是為了政治獻金 所以換句話講 很可能他的受賄罪 就會用政治獻金來掩蓋說 我沒有受賄 都是政治獻金 會不會是這樣子 所以這種關係必須釐清 所以這就是今天大家在問的 所以這個時候 剛剛就像易善講的 都法局局長黃錦茂 才會變成正人 為什麼 因為在土利罪 他根本就是共犯 可是如果在受賄罪 他沒有拿錢的話 那顯然的他就是 另案同案被告 有關另外一個案子 或者是更高案子的一個證人 因為他就變成其他 共同被告的證人 所以從這整個關係來講 今天看起來 似乎洋蔥撥出來 已經有一個脈絡出來 這我在記憶很準 柯文哲 鄉鄉有一天睡醒 想要試那個開張蜜蜜蜜 他總在他們家的殘盤 有什麼歐四的蜜蜜蜜 歐四的蜜蜜 一個要飼蜜蜜 一個要飼蜜蜜 一個飼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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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要開電火 有的要開 有的要控制蜜蜜 有的一天飼三邊 有的一天飼一邊 這四的蜜蜜叫什麼 叫台灣民眾黨 木可公司 總統副總統政治候選人 選舉現金 政治現金 還有什麼自庫基金會上 有很多不同的蜜蜜 現在的問題是說 剪掉就覺得很奇怪 他去泰國海的豬蛙摳起來 裡面都鎮肉 來去鎮肉摳起來 裡面還有魚 還有藍牛筋 去魚 藍牛筋摳起來 什麼還有七隻小鯨魚 一隻鎮下去 那隻叫做審親鯨 削一隻 這樣不對了 這樣鎮白癡 這樣沒有符合規定 這樣刺牌的巧遇 所以從司法單位告訴你 這裡裡面的魚 蝦 鎮肉 這都是納稅人的錢嘛 都是我們來關的 我們來鎮負的 不管是代表市長的選舉 或者是對民眾黨的鎮毛 一直到二控二數年 這個瓜文章 選總統 所以司法有一個概念嘛 概念的確定裡面黑黑的 說奇怪的 你不是跟我說是魚跟蝦 裡面怎麼有鯨魚 所以現在整個關就刮出來了 那刮出的確定 祖宇宙今天要說什麼 政治獻金案 其實我認為 其中有一部分 這可能社會國界也沒什麼了解 就是說 這些所謂 企業界 企業界也好 這些是中南部這些我們說 這樣記也好 他們有一部分的錢 有可能是嫁夫來成立眾望基金會 就是這條錢 讓柯文哲用 柯文哲拿來創這個眾望基金會 所以有一個問題 很簡單 就是說 你在嫁夫這些東西 如果依公義法律來說 就是說 你嫁夫 你有太久嗎 你在嫁夫的時候 你有跟他說 因為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 稅金啊 幾季啊 定期股東當時 你有可能要參與嘛 結果你都沒有參與 有可能拿現金 這樣 當然是處理這件事的人是什麼 祖宇宙嘛 對不對 基金會就是祖宇宙下去處理的鑑使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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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這有證人啦 所以 這不是我黑白說嘛 所以接下來 直接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預告和爆料 接下來 縱望基金會會是重中之重 後禮拜啦 又傳一頭幾個人要去 真的嗎 真的啦 其實這有幾可信的 你是 我真的民望望對的 來 我來講 這很簡單 我不會說我望的 有消息來源就有消息來源 我真的會啦 有的傳來說黃國昌和黃珊珊黑白布啦 那標示他可能是蔡壁爐的人 來 有的傳來說黃珊珊和蔡壁爐黑白布啦 這有可能是郭槍仔的人 有的傳來說郭槍仔和蔡壁爐黑白布啦 這有可能是什麼 黃珊珊的人 但是為什麼 他都很高一科文哲 但是他都說 有的人都黑白說 譬如說他裡面有一條 他就說 陳志涵不是裝傻 是真傻 橘子碰得到的錢 他才碰不到 哦 所以這些信心齁 在今天 真正在這些資料 都會進到檢調單位 所以你意思說 進來檢調單位他們會互相對職嗎 這樣就要對職啊 對啊 當然啊 當然啊 這沒對職要怎麼清楚 所以你看喔 真正前兩天沒有傳一個叫吃民主的 也是說郭文長對日本的事務 他真正的工作是什麼 市長秘書 你要注意看 其實不是市長秘書的重點 他有第二的重點是什麼 它是縱望基金會的黨術嘛 所以其實接下來這段有可能是要關基金會 要把那個泰國會 縱望的泰國會 這我們全部抽水抽到大家看裡面到底試什麼 現在就一文一文下去抽 看還有還有唱什麼奇怪怪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給大家報告 後禮拜 縱望基金會 我們後禮拜比較看是對嗎 有的人說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多少 很多 聽說 配錢也還沒團嗎 沒有啦 這放最後面 因為這種的信息是最多 我先外面先圍起來 你最好禮拜有一個說錯 我就全部都不相信 這樣聽我 所以可能會對勁 因為現在還沒聽到說 證人如果證人的證詞彼此有矛盾的時候 那要不要對指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證人的證詞如果跟被告之間有矛盾的話 要不要對指 這第二個 尤其最重要的被羈押的這些被告 如果彼此之間 被告喔 被告喔 被告彼此之間 如果 他們的說辭有所矛盾的話 要不要對指 所以這問題很少 阿建努 這樣看起來 張宙二拒絕出庭應訊 檢方考量如果柯文哲在偵察庭行使監謀權 他如果不說 如果不說就沒辦法 不說最好就用對這個方式 你不說不行 所以這個時候 為什麼 為外面開始包進去 洋蔥式的 檢察官是有策略的 當然 當然 那個 雄哥 在看你最大的專家 尤其你做過的部長 哪有對 一位 這個 最重大的嫌疑人犯罪人 這麼客氣的 完全是對於說 你是民眾黨的主席 那你也當過首都市長 你也參選過總統的一個最基本的禮遇 可是禮遇只能一次 兩次 你如果再拒絕被提訓的話 那簡單講 那你就是耽誤你自己 那你就繼續被壓吧 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清楚明瞭 因為現在民意漸漸的對 柯文哲不耐煩了 那漸漸的沸騰了 為什麼 你如果像你講的 你是那麼清白 像昨天你們民眾黨 黃國昌等人 在西門町發動的那樣子 說柯文哲現在受到的都是政治迫害 都是被秋後算帳的話 那柯文哲你是男子安大丈夫 你就出來嘛 你就接受應訊 你就把事情一無一時的講清楚 甚至你做過哪一些 幹過哪一些事 是男人的話 你就勇敢的承認吧 那為什麼 你不但先前接受詢問的時候 你通通隱會逃避 你現在根本連出面 跟檢察官對話 接受應訊你都不敢 那這這麼心虛 那麼柯文哲你算什麼黨主席 算什麼英雄好漢 這是台灣的見效 你做不對 你代代香港不是這樣子嗎 那我覺得這樣子 只是讓檢察官更有理由 更有重大的非壓他不可的原因了 那我覺得柯文哲這些案子 其實勇哥其實簡單講 這只是柯文哲 在他第二任內 他做過的這一堆壞事裡面 現在只是冰山一角 那他周邊的人 包括那個剛剛講的周瑜修 或者那一位黃景茂局長 我覺得他們簡單講他們是最佳一等 為什麼 你都發局長 你知法犯法 你的前任 那麼正職經年 也這麼很清楚的告知 你說這樣子做是違法 那你接任了 你也是都發局長 你也是專業 你有專業的知識 你還執法犯法 這最佳一等 那周瑜修 為什麼也最佳一等 過去你們柯文哲 接任市長以後 是怎麼樣批評其他的弊案 跟人罵到沒有一堆 說五大弊案等等 當然那些可能也是有很多弊案 沒錯 但是標示說你很知道 過去是怎麼弊案 怎麼觀山勾結 你知之盛祥之下 結果你們如法炮製 那這樣子的情況 當然是最佳一等 那我覺得這一次最大的受益者 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都受害 因為這樣子的事情 那最大受益者 不當得利 黃國昌 是 你看看 他不惜 柯文哲怎麼去觀 他假裝差幾滴眼淚 假裝抑證延遲的 我要出來捍衛 這個柯文哲 但是 他用這個來擴張自己的勢力 所以我如果嚴格講的話 這個黃國昌 現在雖然法律辦不了他什麼 但是社會 已經判他一個叫做 不當得利了 其中 我要再特別說 北檢今天提訓兩個人 提訓兩個人就是提訓 因為這兩個人在關 在收押 所以叫提訓 但是又傳訓 這十幾個人 傳訓這十幾個人 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結果還沒出來 這裡面會不會有人轉為被告 或者是只是單純的證人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察點 其中 另外一個觀察點就是朱雅虎 朱雅虎在10月9號 本來10月8號 高等法院說 這應該可能不用了 不必壓 火速的晚上11點就開庭 結果11點50分 第二度又被壓了 因為台北地院認為說 他只有說一半 他可能只有說三分之一 也可能說三分之二 也就是說他沒有和盤 把事實全部拖出來 沒有和盤的把事情講清楚 所以因為昨天是國慶日放假 今天10月11日 檢察官立馬立即 我們要講立即不講立馬了 立即就把朱雅虎提訓 所以馬上就要澄清 我告訴大家 很可能法院為什麼會說 他沒有和盤拖出 因為可能檢察官也知道 他沒有和盤拖出 所以在第二次的 也就是說 發揮重新要不要 重新裁定 要不要羈押的時候 可能檢察官又拿出了新的證據 說有一些東西他沒有講清楚 所以法院才會說 他沒有和盤拖出 所以繼續羈押 所以應該就是地檢署 就這些事實 今天立即追問 所以這一個也是一個重點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傑海 這樣出名 這些重點再下去的話 柯文哲保持建謀權會有用嗎 對 所以我覺得朱雅虎這件事情 我跟大家說 沒有比較都沒有傷害 大家記得昨天 在西門町那個廣場裡面 陳佩奇說什麼 拜託大家 釋放我的老公 回來我身邊好不好 朱雅虎 他至少是個敢提抗告的人 柯文哲他是個 連抗告都不敢提的人 代表什麼 他可能連他家人都不想見到 朱雅虎他至少說 我可能還想回去見家人 對不對 算說最後結果 可能法院認定說 你可能有些部分 還沒有去認 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說 朱雅虎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去思考 是二十天 大概二十天前 他那時候不是在 秘密問訊的時候 他對媒體喊了一句話嗎 我絕對沒有行賄 但最後是誰 承認自己有行賄 也是朱雅虎自己啊 我必須說 大家應該回去思考 二十天前 他那個動作 到底是對誰喊話 以及他到底有沒有已經承認了 這是大家 後續可以去觀察下去的點 回過頭來看周宇修 還有戴宇文等等的 你會發現從七月開始到現在 民眾黨很多的人 講話很大聲嘛 那也是有人講話很低調 那你會發現說 被秘密抓去問訊 或是去當證人 或是做被告的 都是這些講話很低調的人 黃國昌越大聲的人 代表說我根本 秦德鎮做了帳啊 我絕對沒有參與其中 但你會發現民眾黨 最近也好 或是從九月開始 被一個一個被抓去當證人也好 回去問訊的人 他們這些都是很低調的人 那我必須說 從昨天民眾黨 他們在升完國旗之後 下午在西門町裡面 一個聲援阿伯司法 不光那個活動 你們會看到說 其實很多人 如果阿伯真的有機會 看直播的話 阿伯應該會排頭髮 長得原本已經黑回來 拔頭長得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人 要真的第一個去提到阿伯 除了陳佩琪以外 吳宜萱上台說什麼 第一個先點名中小平 還有其他人 第一個先點名四叉貓 有誰真的是 真的是為真心去為阿伯著想的 沒有嘛 黃國昌也說了 我說實在 昨天五百位提供到現場 如果我是記者 我會想現場問 不好意思 請問你家電視線撿了沒 如果沒有的話 黃國昌就是把布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小丑們 我相信昨天去的這些 還留在民眾黨 鐵草集結的這些現場 絕對都是鐵草 但是必須說你們問自己 到底這些人 是真的幫阿伯 真心幫阿伯 還是真心只是借利用阿伯而已 所以這件事情 小丑你要反思 不斷再反思 到底你們愛著阿伯 這些人也真的 跟你們一樣愛嗎 另外還有個重點 除了朱雅五 我剛剛特別跟大家講重點 其實彭震生 這個都是很可能 我的猜測很可能 搞不好今天他們就是在對峙 很可能就是在對峙 所以我再講一遍 證人跟證人之間 什麼時候對峙 有沒有對峙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證人跟被告之間有沒有對峙過 大家都在問 有沒有在一起 同一個庭在問 大家都在問 第三個 被告跟被告之間 有沒有對峙過 這三個真的是很重要的重點 我再次向大家來做說明 但是 今天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一個出來的重點 就是 橘子跟媽媽擁有神秘的專戶 宜當二房東賺價差 這是四叉貓又講出來的 他說幫人家信託房子轉租的吧 包租婆做的事 我不太確定啦 但這也是希望橘子趕快回來 跟大家說清楚 看看有沒有跟柯文哲有關係 喔 四叉貓到底在暗示什麼 這蠻有意思的 律師劉韋婷怎麼講的 作為政治人物自然不方便 名下財產很多 若登記到兒子名下 就會被查到 就被林林峰查到啦 於是就以法律合法的人頭 也就是受託人 與之簽訂一個信託合約 證明將自己財產過戶到受託人名下 決定終止信託關係的時候 財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名下 這個就是信託法裡面所規定的 所以律師講出重點 所以四叉貓是不是隱藏 這一個律師講的重點 不知道 不過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橘子專戶 徐子瑜 受託 他是受託人 受託信託財產有一個專戶 好 橘子媽媽 度度度度 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杜某某某也是受託 他們兩個人都受託 請問他受誰之託 還有 如果是受託 換句話講 這兩個財產專戶 是受託專戶 裡面的財產就不是他的 是信託人的財產 換句話講 那誰是信託人 財產在誰的身上 大家都在問 這裡面又牽涉到 有一個人對民眾黨很熟 我要先問他 異山 不然這是怎麼一回事 客觀者很喜歡自比皇上 我們王世堅都還常常送他龍袍 所以皇上旁邊一定要有 戶部尚書 戶部尚書就是李文中 戶部尚書幹什麼 就是所有天下的財政都是歸他管 所以他有什麼眾望基金會 總部財政 黨部 或者是所謂的新故鄉協會 這些政治獻金 是有所謂李文中來管 但是戶部尚書只能管外帳 內臟就叫做所謂的 我們講的叫做 內務府大臣 內務府總管 內務府總管就是誰 就是橘子 橘子這個人就是內務府總管 我跟橘子還算有認識 因為他其實在2018年 他還算年輕 年輕30歲左右 是一個純粹的柯粉 一開始還很單純 就是柯粉幫忙柯文哲 喜歡造勢 我們那時候做柯粉俱樂部 他也幫忙做一些組織工作 做一些網拍 他跟日本也有關係 所以哪些日本流行商品 在網路上拍送 所以我們覺得他能力不錯 就讓他處理一些 所謂網拍的工作 柯文哲也認為說 這不錯喔 所以後來進到黨部工作 柯媽媽也認為說 橘子這個能力不錯 又發現說 這個是我親戚 所以當初在入黨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柯媽媽的黨員人數 是民眾黨的第一大派系 所以所有入黨的工作 都交給所謂的橘子管理 所謂的派系的一些組織工作 都交橘子管理 所以做得不錯之後 在2020年的7月 就是所謂的周宇修 當辦公室主任的時候 橘子進到了市長室 而且掛在他接下來的工作 叫社會局局長 他們有一個缺 就掛在社會局底下 就進到市長室 做相關柯文哲的內務府的工作 因為柯文哲一直希望培養 一個另外一個蔡壁如嗎